我是沙田 新水村 因為我們的新冠營業是流氧接種站 是一輛車來的流氧車 今天和明天都會在這裏 為這區的街坊 特別是老人家 去接種營業 今天這個安排 流氧車是會打普遍體驗的 無論是第一針 第二針 第三針 都可以在這裏接種 接下來我們都會在 接著禮拜日 禮拜一 就會去到本堂 落華藍村 接種車會計算為大當區的市民 居住公共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一些 額外的途徑 我們的的士方便市民 特別是獎者 可以接種營業 目前來說 我們合資格接種人口 有6萬的魚 是減少1劑 超過7成 第三針的人數 都是減少18萬 但是我們一定要 繼續追求營業的接種率 第一 就是要保護我們的獎者 特別 凡一感染的時候 那個重症和死亡的風險 可以大礙降低 特別是面對 就是 變種病毒的時 我們更加要遵守這個機率 就是要合手 接種疫苗 第二 現在我們都是積極地 和內地政府中央 去生討 如何是逐個有序地 去遵守通關 立法開頭的時候 是一個小規模 但是希望能夠可以 逐點來去抗互 所以 最重要的 為何能夠保持持續的通關 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有高的疫苗接種率 因為這樣的時候 社會才有一個平衡的保護成將 才能夠做成功 所以這些原因 希望大家 盡快鼓勵 身邊的民主感 接種疫苗 因為 接種疫苗非常安全 而且 就算是有層 病萬 只要不是急症 都可以安全地接種疫苗 不過 停留針 要隔開少許 十四人